大家好啊 朋友们好啊 接着给大家回忆啊 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那些 呃 场面啊 那个如果用战斗来形容 我觉得不为过啊 这个 不是有11个人吗 把我围起来了 跟我这 反正是 你用什么来形容呢 是教育 是讲理 是抗争 是辩论 是争吵 是唇枪舌剑 都行 说实话啊 如果说的不好 说的有差错 可能 就给我找个地 给我找个地收拾我 知道吗 就东北话叫熟识 就是熟识你 北京话就给你拿那笼 知道这意思吧 所以啊 我明白的很 哎 我会说话 回头我再告诉你啊 有一有一些东西我今天说出来 我怎么考虑的 有些东西 过一段时间我再说啊 相当于这个 说评书 啪 一拍经常目 且听 下回分解 哎 他们呀 想歇伙 首先 就说他们人多 又是在他们那 就是在街道办事处 那个会使 会使有那个大沙发 他们想让我坐边上 就一堆人给我挤到脚上明白吗 其实你坐在哪 很有讲究 你坐在哪 你的坐姿 是吧 你的位置 就决定这场战斗的 胜负 所以我就站在我就坐在中间 大大咧咧的 是吧台湾话叫大喇喇的 我就大喇喇的坐在中间 是吧 我让你们 是吧我像一个机关枪 扫一个扇面 让你们都在我的射程之内 你们想把我挤到一个脚上 不行 知道吗 就像我常年跑业 我做生意 基本上这一个办公室 比如说五个人 我一进屋 一扫 谁是管事的 谁是听喝的 谁好说话 谁比较操蛋 谁比较鸡贼 这一看就看出来 是吧就这一两秒钟的事 你要没这两下子 你也别出来混 所以呢 他们的套路吧 我就说吧 我那次我那天给他们吓得够呛 咱们吓得够呛 明显的后来他们那个 就是人的表情啊你的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给他们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 因为这个我们不是 之前他们不是要在我们小区建垃圾站吗 建垃圾站哈原来我都没说是哪哈 就是就是办事处 除了他们别人也不可能 然后呢 他们都想弄成了 都以为以为要成了 他们怎么弄的你知道吗 他们是周五 周五的晚上 才贴出来一个公式 给三天时间 周五算一天 因为那天我没出门 我这人闲不住 我在家我经常就楼下溜达溜达什么的要不送货 所以那天我跟邻居聊天 白天根本他们就没贴那公式 到晚上天都黑了才贴出来 然后第二天周六周日 小区里边 百分之六十是外地人 对吧 现在这个业主全国各地的 还有世界各地的 而且还有好多人 他那个买了房子之后他不住都是租出去 所以他们很容易他们认为就想过 哪想到碰见我了 后来我才发现 物业还跟他们勾着 就是你这个垃圾 垃圾处理站需要水源吧 你得有水处理垃圾呀 物业根本就没跟我们 所有业主 即便我没有业主委员会 你也应该通知我们吧 他偷偷的 挖了一个管子 就是把小区的水给他们用 这中间他们有很深的勾结 后来有一个人特别恨我们 从我们第一天晚上找到街道办事处 那个人就在旁边不阴不扬的 他不是街道办事处的人 后来我知道 他就是承揽这个工程的 就街道办事处 比如说主管承建的 副主任 比如说承建科科长 他跟他们关系好 他就是懒活的 所以他特别恨我们 尤其他恨我 没有我 领的那帮老头 绝对这事他们就成了 所以他老捣乱 有一次我们俩 他找茬 在街道办事处 我都撕着他脖领子 摁着他 都给他摁墙上了 那次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 我们人多 我这一撕吧 一嚷嚷 我们的人从会议室冲出来 一块要揍他 还有一个河南的哥们 就是老家是河南的 北京人 原来是空军飞行员 他们家老家河南 濮阳 是南乐的吧 还是清风的呀 他 他爷爷那会挑着个道到北京来 后来在人民日报社收锅炉的 空军飞行员后来退役了 还有我说那个他老丈人是那个全国政协常委那哥们 啊 还有几个人 我们一块弄他 他最恨的还是我 所以后来啊 我给这些 我在跟他们这些 11个官员哈 包括派出所的所长什么的唇枪舌剑的时候我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他们越听越害怕 他们觉得我真的不好惹 我给讲一个什么故事就这小子 就我们小区门口有一个公交站 公交站呢 我一出小区院正好他在这等车 后来我给这些人分析 我说他看见我第一眼 说仇恨的眼神瞪了我一眼 我说他恨我 我说第二眼他把眼睛 往下了 他不跟我对视了 第一他恨我 第二他怕我 第三 他把一颗烟 就是他正在抽烟 把烟头扔地下了 然后我说 我说他把烟头扔地下了 证明这个人不文明不礼貌 没素质 是吧 然后我又分析他穿的衣服啊 当然有些话我现在忘了 当时我蹭蹭蹭蹭跟机关枪似的 我说分析他穿的衣服 还有他等公交车 他的收入水平 然后我说他坐公交车 我说我可以追踪到他住哪 完了我说完这一番话 接到外人处那些主任啊 书记科长 后来就明显的眼神里边 他们有一种恐惧 为什么我要说这话呢 因为 穿鞋的怕光脚的 当我摆出一个 地痞流氓 或者说就跟他们 北京话叫喝门了 跟他们喝门了 跟他们拼了 不要命了 亡命徒 而且不理智 明白这意思吗 狭路相逢勇者胜 就给他们 他们真的很多人 因为 即便他们有点灰色收入 有点这个 小的这个什么 有人给给个红包啊 有人 打点打点他们呀 哈的他们呀 送点烟送点酒 请他们白吃白喝 他们 因为街道办人处那级别在那 可能那个 管承建的副主任 什么承建科科长 或者说是党政的一把 比如说郑主任 郑书记还行 有的那个 也是清水衙门吧 也就挣个 08年09年 挣个几千块钱 万八千的到头了 所以你说他为了公家的事 犯的上跟我这么一个 看起来不太理智 有点犯魂 有点一根筋的人吗 较劲拼命 他犯不上 而且那天我直接吓唬他们 我说 我说你们在座的啊 我说你们要对我 如果你们对我斩尽杀绝啊 对我要是 过分 我说很好办 我说我呢 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我说我天天跟着你 上你们家去 我说我上你们家敲你们家门 是吧 我说我天天在你们家门口转悠 我说你们害怕不害怕 这帮人眼神里真的带出一种恐惧来 这没办法战术